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讲一下一些有趣的社会史 我之前就刚刚去听了一位刘志鹏教授的一个讲座 他就说我们现在的初中中国历史里面 讲得太多关于自联兴衰 令到学生缺乏对于一些古代有兴趣的一些事件背后的研究 那我就想起有一样东西可能在现代和古代 都是中国人的头号大事 食饭 食饭除了之外当然就是有瓦遮头 那李家超特首就提出《施电报》里面就说 我们上楼公屋应该要去到4.5年 那对于公共房屋来讲 在香港当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兴起 但其实中国古代都有这些公屋的 你猜一下是哪一个朝代的发明 唐朝 不是 没有那么早 但是是我之前提过最中意的朝代 宋朝 是的 没错 其实在宋代当时我们说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非常蓬勃 尤其是大都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全世界同一个时期是无人能及的 那当中北宋的首都 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这个东京就是今天的开封府 人口超过一百万 那在当时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城市能够匹比 那另外根据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的教授 鲍伟文教授去估计 在这个北宋时期这个东京的人口密度是相当之高的 是达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人每平方公里 那就是等同于今天什么城市呢 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呢 都应该大部分未去到这个的纪录 除了澳门之外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纪录应该就类近于我们今天的日本的大阪府 香港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是六千多 所以我们之前看这个清明上河图都见到 人口是非常之多 一个水井分开四格 方便市民去取水 香港的楼宇这么高都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何况那时候的楼宇这么矮呢 那因为香港有整七成多都是郊野地 未开发 真正的意见区只有二十几个百分 而所谓的居住区呢 更加是个位数的比例 而说到人口那么密集呢 当时的房价呢 当然就非常之贵了 那在北宋前期呢 当时这个首都汴京呢 一间的豪宅呢 价值应该是上万贯 其实当时一贯呢 就一千文钱 而一套普通的文宅呢 都要上千冠 那所以呢 在这个人口密度那么高 房价又那么高的环境底下呢 不要说一般的市民未必买得起楼 甚至乎连当时的官员呢 都曾经概叹呢 自己做京官呢 都是月光族 那当时呢 曾经有一位叫张白镇的京官呢 就写过这段说话 任经有两班日月 望月初请尿前 各日月长 到月中 工房前 各日月短 那这一位的张白镇呢 当时呢 曾经都做到去太守之位 用今天的说法来说呢 其实都已经是去到一个 省长级别的了 那但是他都觉得呢 要供楼呢 很辛苦 那所以一般的百姓呢 更加很多是去到东京 即是当时的开封府呢 可能一些流动人口呢 那他们未必有能力去买楼 那唯有呢 就去租屋住了 而租屋方面呢 最主要当然好像今天一样啦 既有私人市场 也都有呢 公共房屋的出现 那宋朝呢就设立了一个叫 店责务的公营机构 去专门负责呢 去管理这些公屋 就好像今天的房委会一样啦 那在那个年代呢 除了东京呢 即是这个首都开封之外呢 其实各个州郡呢 都有这些的店责务 去负责提供这些公营房屋 那当然啦 最大规模的一定是 京师的店责务啦 因为当中人口有100万那么多嘛 那这个店责务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 首先呢把当时的东京就分为左右商 即是一个机构管理城市的一半的公共房屋 那在这个组织上面呢 这个左右商的店责务呢 都会设有这个欧档店责务一员 其实呢就等于这个房委会的主席 即是当时的整个店责务的总经理 那继而下面呢就有这个欧压官呢 三至四个 那大概就等于副经理 而副经理下面呢 因为这个店责务呢 是主要负责收租 并且呢 房委会还要负责什么呢 维修 没错 那所以除了这个收租方面的高层官员呢 下面呢都会有四五十个略房前亲事官 就付你管理一般业务 而维修方面呢 更加就设有这个店责收损指挥呢 五百个 那负责维护那些公屋 负责维修的 那都要有人去审批那些申请 那审批申请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业务经理 甚至乎在上级那些副经理的职级了 那说完这个左右商店责务呢 究竟它的架责里面有多少间公屋呢 你猜一下 可以容纳十万人的 容纳十万人差不多 那当时根据统计呢 去到北宋宋真宗的时期呢 即是第四个皇帝呢 在这个首都呢 就大概有二万三千多间的这些公营房屋 以东京呢 常住人口大概二十万户来计呢 即是一百万人口呢 那这个店责务呢 大概就会提供了整个东京呢 十个百分之的人口的住屋 那再加上一些私人的租务市场呢 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 公营房屋给一些公务员 或者其他人住呢 包括了国子监呢 就是当时古代的教育部啦 那提供这个给这个太学生的居住房屋啦 等等这些呢 加起上来呢 整个北宋的首都呢 大概有一半的人口呢 都是住在租住的房屋里面 那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香港 那当时租一间屋要多少钱呢 那关于这个店责务的租金水平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古代的资料呢 可以看到 那其中呢 根据这个宋汇要辑稿当中写到呢 在宋真中呢 刚才所说的 元熙年间呢 这个左右商店责务呢 核下管理的公营房屋呢 有23,300间 那每年收到的租金呢 就是14万 刚才说过了 一贯呢就等于1000元钱 那就是说呢 按这个比例去除呢 大概一间这些公共房屋呢 在宋代呢 每日的租金呢 就是17元钱左右 那大概每个月的租金呢 就应该平均上来呢 就是500元钱左右 那500元钱呢 宋代又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宋代的人呢 他究竟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那在宋代呢 尤其在北宋的时候呢 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呢 就是可能做一些小本的生意呢 就是地摊啊 买东西的 或者是做一些手工业者 甚至乎呢 是做一些富有人家家的工人呢 他们每日的收入呢 大概是100至300元钱 那就是说一个月呢 就可以赚到3000至9000元钱 那所以每个月500元钱的这个租金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应该只不过是收入的六分之一 甚至乎呢 只是十几分之一而已 就是可能大概类似 今天呢 我们香港的公屋呢 每个月的租金呢 都是千多二千元 那而且呢 同现在也都一样哦 当时在宋代的公共房屋呢 除了说租金低之外呢 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些 出去私人租楼一样 你通常租一间新的楼呢 业主会有什么优惠给你呢 有免租期了 是呀 没错 那宋代的时候呢 一样都是这样的 这些店责务的租客呢 通常他要交租呢 都是由第一个月的第六日起计 那前面那五日呢 就是古代都有的 免租期 方便你去搬屋啦 或者去装修啦等等 那而且呢 去到一些大时大节呢 因为当时古代呢 经常都是以日计的那些租金 比如去到冬至 韩食 这些重要节日呢 政府都会下召去免去当日的租金 那而且呢 当遇到公屋需要搬迁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都有啦 一些旧的楼需要拆卸重建呢 在这个宋代呢 更加会向这些租户呢 提供这个搬价钱 那这个价钱的水平呢 更加是一般业主的一半 那所以呢 既然这个公屋呢 在宋代这么便宜呢 你猜 可能会有些什么 违法的事件发生呢 租上租 是呀 没错 所以当时宋代这个店责务呢 为了避免有些人呢 是低价租了这些公营房屋 再转租出去做二房东呢 整套宋代公屋制度呢 都有一些完整的规条的 譬如呢 有几个呢 跟我们现今的公屋呢 都很相似的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店责务的管理人员 不能够呢 租他本店责务核下的公屋 那这个当然呢 就避免私伤授手啦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已经在京师呢 扣置物业的人呢 是不能够承租这个店责务的公屋 那就是好像现在那样啦 你有房产呢 就不能够排队 等公屋的 那而第三呢 当然就是租户呢 租了这间公屋之后呢 必须是要自家居住 就不能够转租 第四点呢 就是租户呢 如果买到房产之后呢 你就必须要把你原本的这间公屋呢 交出来 那第五点呢 就是租户呢 在承租和退租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核实身份 证实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好像现在呢 排队上公屋之前呢 最终呢都会有身份核实文件的这一步 那所以可以说呢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呢 原来呢 公屋的历史呢 早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呢 已经有了 那其实古代的社会 和现代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嗯 没错 那好了 今集呢 关于这个宋代公营房屋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这段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赞 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铃铛 下次再跟大家讲 其他有趣的中国历史 拜拜